1月3日 贾乃亮在微博发文称 小鹿说和我合照丢人 只能这样了 并且配图为一张自己爬在椰子树上 一幅海边度假的场景 这天也是真蓝 而旁边有一个身影 应该就是李小鹿了 话说以你这种把老婆媲美的方式 真的不会被李小鹿骂或者跪搓衣板吗 真是厉害了我的亮哥 网友也是实力神众功称 树也觉得你丢人 真是实力包裹的 也有网友表示一家三口 贾乃亮最愁 亮哥都2017了 你咋还这样 此前贾乃亮也是发文称 难得的假期 并且配图为自己和甜心的照片 照片中 小甜心一脸笑意在玩着水 而一旁贾乃亮又来了搞笑功力 爬在乌龟上 一动不动看不见脸 而另一张则是露了半边脸 照片中没有看见李小鹿 所以网友也是纷纷表示差评 为什么小鹿不在 这也就有了厚文晒合影 结果还把李小鹿披霉了 网友也是纷纷称 这一家子真好 小甜心笑得真开心 不过真为亮哥接下来的日子担心 真的不会被跪搓衣板吗 优酷于乐整理报道 这世界很酷 不过真了一家子有优酷的尼烈热器 不过真joy的尸热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